它就像雪花 它每一片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每一天看到的也是不一样的 仅仅把它往话剧这个大泥潭里拉一拉吧 欢迎来到后场The Half 收获舞台之外的剧场人故事 我是杨超越 在剧中饰演Icy 我是饶小智 是这个话剧的导演 我想出去 是什么样的契机 有了这版超越青春版你好风总 认识了导演之后 导演说有没有兴趣拍画剧 我说有 然后就很自然地开始预备这个事了 这种认识之后 我觉得是一个可树之才 然后我们就想到赶紧 把它往话剧这个大泥潭里拉一拉吧 感觉来一起来 我们带动更多的新的观众 能不能进到剧场来看看 戏剧舞台上的东西 真正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之后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它有点像我以前 就是在舞台上和演戏的一种结合 就是它又能及时收到反馈 然后又是以表演的形式 演戏的形式去站在这个舞台上 是一种全新的一种体验 导演感觉超越比较契合 S身上的特质是什么呢 像我看演员 我会看他很多方面的特质 比如说超越 他会有他很多身上矛盾的地方 哪怕好像他出道六年了 经验丰富 我觉得大家身上 其实有很多很单纯的地方 他其实就有点像 我们这个角色一样 当然他也会有 他比较好风好动的地方 超越有感觉自己和这个角色 比较大共鸣的点是什么 我觉得有共鸣点就是 我也是一个很害怕一个人 很害怕孤单的一个人 所以我也是希望需要有很多人陪伴 所以我能理解IC 他对这些人格的需求和依赖 就是他有姐姐 教他化妆什么的这种需求 然后以及有一些反驳的 我反对 Tom 就我觉得都是他人格中和成长线中 需要想要成为或者说想要获取的一些情感 好像看到你发微博也发到 就是有很多朋友来看 就是刚进这个圈子的时候 日识的人很少 慢慢慢慢地录综艺啊拍戏啊 认识了很多这个圈子里的人 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然后每次生日的时候会发现 他们都有记得 或者说我有一些什么事的时候 他们会帮我转发什么的 会觉得很暖心 这部戏在开头就比较给我一个刺激 就是你会把这些很快 很即时性的东西插入到片头的那段素材 你感觉这种跟现实的连结 对这个作品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次的主题啊 或者这个故事 它也不仅仅只是探讨了一个 跟自我的独处啊 或者什么方面的问题 或者也不仅仅只是一个 病理学上的人格分裂 当然从十周年开始 我们就把它变成了一种 AI的孵化器里面的一个故事一样 但实际上它这归根结底 它还是想要探讨一些 跟人性有关系的故事 或者跟人类的产生文明 我们对文明未来的去向的一些 有意思的 或者是做一些有趣的讨论 所以其实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 或者历史上的一些事情 它就像佐料一样 或者说像一种食材一样 它放在我们这个戏的开头 来做一些对应 我对AI没什么恐惧感 但是我看那个什么 有些那个宇宙的那个什么 那种什么人脱离 然后脱离那个太空船 然后飞到外面那个 我觉得那个比死亡太恐怖一点 刚刚在录制过程当中 崩溃过载了 需要重启一下 我知道你们也在问超越说 对AI有什么 AI是应该不可以代替人的吧 我依然还是回到那个说法上 只做影视的导演们要小心了 AI有可能替代你们 但是做话剧现场的大可放心 在现场 这就是现场的艺术 就是舞台 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到真人在线下 所有线下的演出 我认为AI是替代不了的 所以如果单就这个问题来讲 恭喜你成为了一名戏剧演员杨超越 你可以回到属于你的世界 就比如说影像机 如果它的袋子真的被烧了 出马就相信损坏 这个片子可能就没了 但是如果现场出现了一些 舞台上的事故 其实就是演员和观众自身 可能会弥补这种落差 就可能会有一些 更神秘的那种瞬间存在 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发生一些 小的事故才叫有意思 但是有一些小的出人意料 但是又能弥补怪的 它其实是很珍贵的东西 它也考验演员的临场反应 而且每一天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 这种小小的东西 它其实反而是一种礼物 超越可能初接触舞台 画剧舞台还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有没有什么 已经印象比较深的经历了 我就觉得每一次的表演 它都是不一样的 就每次会觉得 我到时候想要 一直保持这个状态 或者怎么样 是这么一个想法 但是每一次 你发现 这个地方的感受 又跟昨天的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舞台的魅力是 它每一天的表演都是不一样的 它就像雪花 它每一片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每一天看到的也是不一样的 你希望这个你好风子 可以一直青春下去吗 我还是他呀 我觉得这个话剧可以永远青春 我就不知道了 你可以保持青春的时间 尽量长一点 没事 我的青春已经留在这个话剧里了 这个话剧里面承载着很多人的青春 也是 无论什么样的 比如说叫超越青春 还是本来就是青春 还是对着年纪增大 我们变得不那么 演员本身不那么青春 但舞台永远是青春的 这个戏的创作力 它永远是青春的 这是我的希望 上次我采访的时候 然后也提到 就是您的很多导演朋友 曾经也想拽他们入行 就比如说流浪地球啊什么的 就这部分有什么进展吗 有进展吧 那是一个计划上的进展 前几天郭帆也来探班了呀 跑到排园厅里来看 但是你要说真说到流浪地球 要不要排舞台剧什么的 现在就 因为他还在弄他的三 没办法说 我们现在停下时间来 马上去做这件事 但是从剧团的角度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未来的储备 我们还是愿意 接着去忽悠这些入局的人 你这个时候演的Icy 有哪些你想要完善的地方吗 我想问Icy 五年后的杨超越一个问题 你还在演你好疯子吗 如果没有 为什么 如果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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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